75南方都市報 廣州版 中海花灣1號本週末開竹艾 巡展地點包括天河、海珠、黎灣三個區的各大重點商場 寫自《流和酒店》 2015年7月10日新聞 AII 04臨廣中海花灣1號規劃圖 資料圖片在剛剛過去的上半年 廣州樓市約1.5萬元每平方米的成交價格幾乎只有北上深三藏兄弟城市的一半 但是寸土寸金的老城區房價卻迫近4萬每平方米 直追北上深 統計數據顯示 由於供應量長期不足 供不應求的廣州老城區一二手房價上半年均大幅保障 老城區何時有新樓盤也備受關注 南都記者了解到 作為廣州未來的明星區域 廣江新城首盤中海花灣1號即將推出 並於本週末開竹崖、老城區重點板塊二手房單價值逼4萬黑二歲數據顯示 2015年上半年 上海一手住宅成交價格三萬零七百六十九元每平方米 據北上廣深之手 廣州以億萬四千七百八十二元每平方米電底 房價相當於北京 深圳 上海的一半 近日廣州市場陳建華亦表示 廣州房價還只是北京 上海的一半 另一半就是我們的空間 據了解 廣州的經濟總量今年將超過香港 明年將超過新加坡 不過值得注意的時 廣州在整體房價被北上心拋棄的時後 全土全金的老城區房價卻異常堅挺 黑二歲數據顯示 北京二環內價格以達六萬四千二百八十元每平方米 深圳關內四萬七千零三十元每平方米 廣州傳統意義上的核心四區 泥灣 海豬 月秀 天河 為三萬二千五百元每平方米 廣州市房管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四個老城區的供應量僅33萬平方米 僅佔上半年全市供應量的7.6% 再度創下歷史新低 由於老城區樓本擁有其他區域無法比擬的交通、教育、生活配套優勢 在市場較差時往往價格堅挺 在市場好轉時價格率先領帳 從廣州板塊的一手成交價格內看 成交價格次AP10均在老城區 而價格均輕鬆達到三萬六千元每平方米以上 一房產中介負責人高數記者 今年老城區二手房的價格上漲不少 許多重點板塊的二手房價格迫近四萬元每平方米 例如位於海豬區工業大道板塊的中海錦容灣 五年樓齡的電梯樓 102平方米的三房大徵張成交價大約三萬八千元每平方米 四房四萬二千元每平方米 同比以醬料四千至五千元每平方米 廣江新城橫空出世備受關注在老城區 新房長期供應不足的背景下 位於黎灣區的廣江新城橫空出世 可謂備受關注 記者了解到 按照規劃 廣江新城整體規劃標準向珠江新城看齊 但更偏向居住功能 預計兩年內投入一千億元 規劃人口二十萬人 目前品牌開發商紛紛進駐 業內人士表示 預計廣江新城將成為廣州老城區 事業的新聚集地 起步價將超4萬每平方米 根據廣江新城的規劃 該片區將擁有廣州最密集的 五維交通立體交通網 如地鐵11號線 廣佛線 地鐵1號線 地鐵10號線等四條地鐵線 其中地鐵1號線已經開通 廣佛線二其西兩至營江段今年年底前將開通 到海珠錦兩站 同時與廣江新城一路資格 一千米內三座省一級的百年學府 三千米內九所省一級學校 七所市一級學校 平均後零八五年 未來廣江新城內將會建設三十二座學校 每八百米一間中學 每五百米一間小學 每三百米一所有兒園 學位密到堪比佬東山 中海花灣一號緩解老城區供應方 在老城區事業熱情高漲的情況下 廣江新城首席規模高端 綜合體大盤中海花灣一號的入市 將仰望為老城區樓市解渴 據介紹 中海花灣一號是廣州老城區最大規模的 一百三十萬平方米國際地標中合體 物業類型涵蓋高端住宅 國際公寓及主題商業街區 中海地產相關人士表示 中海花灣一號將採用一號系列的高標準 將其打造為80至160平方米的改善型高端品質社區 中海花灣一號旗下的公寓和主題街區 兩個指品牌也分別正式命名為 中海花灣國際、中海花灣天地 其中中海花灣國際為 50-70平方米國際立體公寓 品牌酒店管理公司即將熱向簽約進駐 為客戶提供具有高市場競爭力的大租約公寓和高 品質國際管家服務 中海花灣天地定位唯一暫色家庭休閒購物街區 MLL 已完成五星級影院、精品超市、大型餐飲等主力店的意向簽約 35至60平方米老城地鐵餐飲鋪也將同時面試 記者了解到,該項目將於本週末開竹梯 正式揭開其神秘面紗 預計將成為老城區舊房客的必看流盤 採寫,南都記者臨廣 這裡有最後一段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